恭喜娇哥要發片了 出道30年的第一張專輯 而且是一張自己填詞的創作專輯 12月底就要發片了 那非常的期待 他一位這麼愛好音樂的人 究竟會做出一張怎麼樣的專輯呢 那說到和嬌嬌的認識 大概是在1994 1995年左右 天啊已經20幾年了 那那個時候我是在西門町的一家大型的唱片行 Taurics打工 那嬌嬌呢就是裡面的一個常客 他大概兩三個禮拜就會來逛一次唱片行 而且每一次都買很多張的CD 就是十幾張十幾張的這樣子的買 然後呢不管是國語的、粵語的、日語的、西洋的還是爵士的 他通通都買算是一個音樂的雜實性動物 還有呢那一家唱片行就是有一個免費的雜誌 但是娇哥呢就是為了不錯過每一期的雜誌 他居然是付錢當了訂戶然後每一期都買 那可能我那時候打工的薪水有很多 應該是焦哥貢獻的吧 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會仔細聽音樂 認真研究、收藏音樂的人 那後來呢焦哥就邀請我到他創辦的Play雜誌一起工作 那後來呢才知道說他真的是一個音樂的瘋子 對因為他收藏了很多很多的CD啊、雜誌啊、報紙啊 不管是工作室還是家裡都是排的滿滿的 到現在呢他甚至把這些音樂的收藏呢 特別租了一個房子來擺CD喔 那我覺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為他呢 有一個日本的詩人兼歌手 我到現在他的名字我還是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三代木與舞、冰田成夫 那那時候我們大家聽都沒有聽過 可是他就會推薦給大家說 喔這個真的非常的好聽 大家一定要聽 那我就覺得說他喜歡音樂呢 就不只是喜歡一些大眾的、主流的 而是他非常有他自己獨特的品味 而且是他的喜好非常的廣泛而且深入 嗯那至於說焦哥是什麼顏色呢 我覺得他就是這個白色 那為什麼呢 因為白色是代表純淨跟純粹 就像他喜歡音樂的心是那麼的單純 而且毫無保留 那而且呢所有顏色的可見光混合在一起就是白色的光 那也代表說呢 他是非常的喜愛各種不同的音樂 然後呢是跨足了綜藝、藝術、潮流 各個不同領域的極大城 那現在他的光芒呢就是要照耀到唱片這一塊了 那一個超級資深的音樂的收藏者、購買者和聆聽者 他自己現在變成一個音樂的生產者的時候呢 會是產生出一張什麼樣的專輯格外的令人覺得好奇 所以一定要聽、一定要買 OK? 嘿嘿 三代木與舞冰田成夫 我也知道現在都記得 嗯 這位日本的音樂人當年翻唱了一首 《中島沒學》的《惡女》好像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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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像是吧 但他用一種非常粗獎的搖滾的 煙嗓 在唱 我就推薦給這些同事欣賞 沒錯 我就是一個唱片的重度的收藏癖 他也來過我現在擺放CD的地方 當年我們因為play雜誌打了一場非常漂亮的仗 銷售很好、影響力很大 廣告很多 到現在都有非常非常多人告訴我他是看play雜誌的 包括我這一次去白金錄音室錄音 都有在地的工作人員拿著我當年寫的一些音樂的書 還有分享一些曾經他們的回憶 感謝安妮雜誌 感謝play雜誌的總編輯安妮 當年願意來到我的小小工作室來做 這樣子的Leader 事實上他也引見了我認識的日本的潮牌 比如說App等等 我們的合作是很多元的 因為小公司嘛 一個人真的當三個人在用 總編輯也得要順便做很多雜誌 總而言之 其實如果你曾經看過play雜誌的話 安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幕後的幫手 我呢就是一個老闆嘛 她是真正 我要說play雜誌沒有她是成立不了的 真的 所以她知道我對於流行音樂的一些偏執 或者是對多元音樂的支持 在那個時候雜誌裡就會出現 泰國音樂的報導 韓國音樂的報導 日本 西洋 粵語 甚至台語 當然還有國語 我都希望總編輯都要涉獵 你不能只有某一種 有一種 所以她很辛苦 因此當年她應該也很恨我 可是她緊將起一百分 沒話說 這麼多年我們都還是朋友 謝謝她的祝福 我很感動 也謝謝你 曾經跟我打過這麼漂亮 這麼美好的一仗 這對我們一生來講 都會是無形的資產跟寶藏 比起金銀財寶 這一切非常美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